之前有跟你们说过一句话 男人有性就会有爱 女人有爱才能有性 从心理学角落讲 这句话真的是有道理的 男人和女人在性生活上 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如果不了解这些差异 夫妻生活真的很难和心 丁香医生最近发起的 一项超过外人参与的调查文卷就表明 男人和女人在性生活上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对性吸引力的关注点不同 那抛开大家都认可的人格魅力 身材长相前戏技巧之外 23%的男性认为 性吸引力体现在性器官上 是女性的两倍 这是因为男性之间存在着性器官攀比 他们会把它当作男子气概的象征 那同时男人也比女人更在意 能否让另一半高潮 但是因为专业性知识的缺乏 很多男人并不知道 女人的高潮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他们就会转而去 关注性生活频率 次数性生活频率 认为次数多时间长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己的性吸引力 但实际上超过一半的女性 并不看重性生活频率 那女人关注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点 男女性体验的关注要素不同 71%的女性非常看重潜息体验 比男性高出21% 而41%的男性更在意持久度 比女性高出12% 这几项数据就说明男女两性的性唤起方式不同 男人更容易通过直接刺激来唤起 但女人的性唤起需要是情感的投入 而不是越刺激越好 他们需要充足的前夕接吻抚摸来做准备 那第三个男女性观念不同 在性尝试这方面 比如姿势道具药物 咨询专业人士 像是心理专家 性专家这些方面 男性比女性高出10% 同时男性的性满足度比女性高7% 一项有关性态度的研究就分析了 之所以有这种差异 是因为女性的性羞耻感更重 而且他们会更多的考虑 她怎么想我 而不是我想怎么样 他们会担心如果要尝试新的花样 比如买情趣类衣道具 另一半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那个 而且他们也会在意对方的感受 甚至可能女性还会假装高潮 好让另一半舒服 所以这种局限下 很多女性就很难全身性地投入 享受其中 所以我最后总结一下 性需要夫妻双方彼此的理解 性本身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同时也是一件让夫妻关系 能更亲密的事情 所以放下羞耻感 坦诚地交流彼此的需要 然后调整方式方法 才能收获和谐的夫妻生活 让夫妻关系变得更紧密 孕辰采之后